大家走進來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看到 部落常見的主食地瓜成為展覽主題 從今年2月20號開始 桃園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推出年度當代藝術展 讓藝術家自主發聲 詮釋不同族群的地瓜美學 地瓜的根也是代表 原住民藝術家的路徑 地瓜的苗是代表 原住民藝術家創作的能量 希望邀請這七位 不同部落的藝術家 跟不同媒材 使用不同媒材的藝術家 來完成一個殘舍展 然後三個議題展 來自嘎達迪布部落的藝術家 米雷·馬夫隆 以這片大幅藝術創作 傳遞出族群相互包容的意向 同時也以自己的美學觀點 創作出米雷式的 十六族群專屬圖騰 其實我也在追尋 自己的一個創作的一個路徑 我希望就是說 我所看到的美 就是對我們自己族人 不管難以組的 我希望我看到的那個美 然後我可以重新的再組合 然後做成我個人的一種 個性圖騰的一個表象 走進另一個展場 還能看見猶如時裝秀的展廳 這是身為納瓦夏區 卡納卡納夫族的藝術家 娜烏多年來走過八八風災 以及正名運動 也透過傳統服飾的重製計畫 找回了卡納卡納夫族的文化 傳統服飾找回來了 也穿在我們身上了 我們也證明了 那接下來的路要做什麼 所以思考之下就是 可能就是創新服飾 另外還有原住民吉米之稱的 麋鹿哈用 透過創作路徑 一步步呈現從小在自然山林裡 所學習到的神明觀 這次桃園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集結七位原住民族當代藝術家 共同推出一整年的常設展 以及不同檔次的議題展 除了象徵原住民藝術家 掌握自主話語權 同時也希望讓不同族群的美學觀點 在桃園市生根發芽 原市情文節散賣烏溜 桃園大溪採訪報導